好 刚才我们已经通过这个案例得到了这样一个攻击的中间人攻击的结果 然后整个的这个例子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A机器想要去访问这个网站 是吧 那他要把那个数据包交给我们的网关 要给网关建立那个链路 建立连接 这个时候网关呢 他只知道网关的Mac 网关的IP 因为他的那个地址当中有设置网关的IP嘛 他就会向网关发起一个ARP请求 说那个网关你把你的Mac地址告诉我一下 是吧 当然 其实他可能早就有网关的Mac地址 原因是呢 这个中间人攻击会持续的发送ARP的这样一个回应 说我是网关 我的Mac多少 是不是 从而呢 他这边就会被欺骗 同样呢 一旦中间人选择了他俩作为欺骗的对象 那他俩都会被欺骗 这个毫无疑问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我们从哪一端出发 是从客户端出发呢 还是从服务期端出发呢 当然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还是在于 我们可能关注不了太多的客户端 客户端的话呢 你自己安一些防火墙 防ARP攻击是不是可以了 或者通过一些手动的方式 其实你这个出不出问题跟我没关系 而我们主要欲为的对象是网站 我们只要保证用户访问这个网站的时候 他的密码不被窃取 是不是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从两个角度 那左边这个角度呢 就是去客户对客户端 对我们上网的这些行为 上网的这样一些方式 我们自己呢 有一些基本的保护 首先拿Windows机器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个思路 就是我不相信任何人告诉我的网关地址 对吧 你告诉我 你说我是网关 你是网关 你的mark多少 我不相信 就是你主动给我说到我不相信 我要自己把这个网关的地址什么 记下来 所以我自己这边记下来 变成这种我们叫做静态的 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打开我们Windows的ARP缓存的时候 大家发现 开缓存表 这大部分都是什么 大部分都是这种叫做动态的 动态的也就是说 它有生命周期 对吧 它一定时间以后呢 就会 就会那个被替换 另外呢 如果说对方更新的话呢 他通知我的话我也会什么 也会替换 动态就是只要对方变了 我这边就会换掉 不管是我自己觉察到他变了 还是他主动告诉我他变了 那我就会换掉 对不对 那有可能是个坏人告诉我 那我也相信了他 是不是 我们解决方法就是把它变成 变成这种静态 这个是我刚才已经加过一次了 实际上 那么怎么加 这个我们如果删掉的话 像这样 比如说 这个杠地址删除 10点30点多少 162点1 这是我刚才下课的时候 我自己给它加进去的 这场情况下应该 我先把这个中 我们现在中间人大家看 我这个中间人是开着的 对不对 开着中间人攻击的 开中间攻击 然后 ARP-A以后 这个位置吧 好 这还没有变啊 好 各位看 刚才我还是那个 刚才我们上一秒钟看 还是多少呢 你看我上一个命令的结果 还是4399是吧 结果呢 被中间人这小子给骗了 他说他是94D1 是看到了吗 因为他是动态的 但是上一秒钟 是因为我们刚才在下课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它设置为静态了 其思路就是你得让这个壁纸变成静态的 就是固定的这种行为 没有吗 那么只要固定下来以后 谁说我都不相信 明白意思吗 好 这怎么做啊 我这边也没有给大家写笔记 我直接呢 从百度的这个文档里面 抓了一个啊 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ARP 一个是我们常见的ARP协议 一个ARP工具 另外一个是其他的一个工具 在Windows上呢 有两个命令 可以帮我们来实现 绑定静态的IP 静态的Mark 一个是ARP 这个命令我们用过了啊 ARP查看和删除都可以用 ARP-S 这个S就是Static 静态的意思 然后就跟我们DSP那个Static一样 这是什么 网关的 比如说网关的IP 这是什么 这是Mark 但是但是这个呢 这个命令不一定好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Windows上 现在接口特别什么 特别多 你看有很多接口 上面有很多接口 很多接口 那如果说你没有把接口指定正确的话呢 可能就绑到别的地方了 就不起作用了 没有吗 第二方面 这个命令 绑定 行为很简单 但是呢 就是 它是一个临时生效的 就临时的 所以我们通常呢 建议大家使用 LATSH这个命令 来绑定 来将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IP和 网关的IP和Mark 做一个静态的绑定 就是尽量不要使ARP-ARP的这个命令 好吧 Windows上面啊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还是要查看 通过LATSH-IISHOW-IN 来查看什么 网卡的一个叫 相当于锁引值 IDX值 这个因为我们有好多连接嘛 好 这边呢 我们比方说打开看一下啊 然后LATSH-IISHOW-IN 大家发现 我们现在有几个网卡 其中呢 我们现在那个网卡呢 设置这个IP的这个网卡呢 是本地连接 因为这边我们也自己很清楚 你看 打开你的网络连接 然后这边呢 更改设备器 是吧 好 我们在现在的IP是在哪呢 在这儿 你看 我们那个169 是不是在这个网卡上面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玩意 改个英文名字啊 这个中国名字 它那个啥了 不过不重要 我们要的是 它对应的这个什么 14这个IDX值 听见了吗 然后紧接着 那怎么加了 怎么加 好 这边呢 怎么加 注意 这个命令呢 它是永久的 跟ARP还不一样 ARP呢 就是改 就是改好了 它也是临时的 而这个命令 修改的话是永久的 好 下面呢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例子 各位看 这个例子非常简单 Ledsh-cii 然后add 接口 哪个接口呢 我刚才我们查到的是 14 所以14 这个是什么 是网关的 是网关的IP 这个后面是网关的什么 网关的Mac 然后后面呢 再跟一个 这样一个标记 STORE标记 这个标记呢 有两个值 一个值是active 地址将在下一次 启动的时候出现 这个好像挺没劲的 而我们可以使用 Persistent 也就是地址永久 永久有效 明白吗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好 下面我们就用这个中间命令 这个命令呢 其实刚才 我已经在一个中段上 敲过一次 我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 没有的话 我们重敲一下 看这个中段上有没有 没有 这个更加没有了 有 好 netsh-cii 后面加上那个add 接口 ne 后面14 14就是我们上面 对应的那个 其实一共就两部 14就是对应的那个 idx值吧 这是网关的什么 这是真实网关的ip 这是网关真实的那个mac 注意 它的连字符要使用小横杠 后面呢 store呢 这边写成什么呢 写成这个 Persistent 如果它显示对象 如果它显示对象已存在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先通过arp-d 去什么 去什么 10.30.162.1 先删除一下 然后再重新来加一下 怎么还是对象已存在 可能我刚才加过一次了 通过letsh加过一次了 那要使用这个mini将它删除才可以 这个mini删除还挺麻烦的 好 那对象既然存在的话 就这么着吧 好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是永久的啊 永久的 杠A 查看一下 这边 好了 各位看到有一个静态的地址出来了吧 其实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攻击 ARB攻击 中间的攻击 目前还是开着的 但是你发现 我们无论等多么长时间 他对我们的攻击行为都是 都是失效的 我们不会得到那个地级 第一的那个错误的那个网关的地址 看到了吗 各位 是吧 而且这个重启是一样是生效的 有同学说 这个还是挺麻烦的呀 对 这一共两条命令 看起来是挺麻烦的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 这个总比你上当强吧 如何删除 删除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这种方式 这个命令 就是杠 我们也来删除一次看 这两个命令 ARP命令删不了他东西 这会儿不论不全 让让伤干 邻居是吧 删除邻居 谁呢 在哪个借口上删除 14号借口上删除 好 已经删了 删了以后 我们来等一会儿 当然加了就没打算删嘛 我们只是为了看一下 如果被删除以后呢 是不是我们就失去保护了 好 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 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 至少现在变成动态了吧 好 可能要稍微等一会儿 才会被 被骗掉 已经被又骗了吧 因为我们就失去保护了 对不对 已经又被骗了 来 那那哪行 我们必须来一个 Porsistent 永久的吧 这个永久和Active 其实都是生效的 只不过是一个是在 本次就生效 一个是在什么 下一次重启才生效 但是你记住 这个比ARP来讲的话 它是永久的 是不是 这点还是非常棒吧 听明白了吗 好 来 这个我们再看一下 ARP-A 好 还能骗我吗 我们再等个五秒钟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好 没有问题吧 各位 那这个 命令呢 看起来还是挺麻烦的 至少对普通用户来讲 还是挺麻烦的吧 但是我想说的是 对于客户端的保护 我们也只能够 做到如此了 你还能 因为客户端不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重点对象 然后 当然 有一些这种ARP的这种保护软件 或者一些防攻击软件 它自然就能够去防御 它所谓的防御呢 也无非就是类似于这种方式 把网关的 把网关的这个Mac 给你永久的做 做死了 这个样子 然后你会不会相信别人 听明白了吗 好 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是 这是那个Windows Windows 各位 我一直是将那个ARP的这个攻击 中间的攻击给开着的吧 好 大家看到 没问题了 这个大家用一下这个 这个命令 第二呢 我们找一个Linux系统来看一下 它现在也是作为客户端 它此时此刻 大家看到 它也是被攻击的状态 是不是 这个Mac一定是假的 明白吗 它这边呢 可以用哪些命令来绑定呢 这个也这个不是 这是看什么 这个是看 用这个命令我们看 IP内 Label 然后民居 我们看到 这个跟ARP刚刚一好像看到的效果是 是一样的 你看 这个只不过还有一些状态什么的 一些东西 这单字什么意思 这状态不一样 至少现在是被攻击的状态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ARP这个命令呢 还是通用的 但临时的话呢 就是ARP-S 我好像之前敲过那个命令 我们看一下 ARP-S 10.30.162.1 后面是网关的 这是Mac吧 这个命令呢 也是临时的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但Windows上面使用这个命令 还有点困难 还有点小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看 4399 好 无论是使用IP内 都看 4399 好像你看是什么 Permint 永久的是吧 Permint永久的 因为是我们自己加的 它状态不一样 ARP这个命令 看不到它到底是一个 也能看 也有一个Permint 这个单词在这 是不是 ARP-A 但是总之呢 这些命令都是临时的 骗不了我们了 现在是吧 但是虽然说是临时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将 这条命令写进 RC.local里面 然后保证开机的时候 能够自动启动 我们这样的话 所有的机器 指向网关 这个行为 至少不会上当受骗了吧 好 你们明白吗 Windows呢 我们就使用刚才的 Light SH命令 来做一个 做一个这样一个绑定 静态化 而且是静态化嘛 对不对 那如果 当然你前提是要看接口 因为有好多个接口 而Linux呢 我们可以使用 ARP-S 这个命令 好 同样呢 我们给大家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一旦失去保护 会是什么情况 我一般不喜欢用它看 因为它看起来 好像特别纠结式的感觉 现在基本上 已经被它替换了 对不对 大部分的命令 都被IP命令替换 对不对 ARP-D 我将10.30.162.1 不是把IP删除 是把它的缓存 Mac缓存删除 我们再看一下 又已经上当了 看到吗 已经又被骗了 因为我们那个ARP 那个中间的攻击 一直是在那 它一个在那欺骗别人 好 已经那个啥了 看 无论我多少次 都是那个假网关的 Mac地址 除非我知道 我像这样 保护起自己 把它变成静态 OK 那一旦是这样的话 我们再访问那个网站 数据报还会过我那吗 你看 我Windows上面 我Windows上面刚才 Windows上面是不是 现在目前状态是 是什么状态 是保护起来的吧 好 我们也看一下 我最后来试一下 ARP-A 我们看看当前 是不是静态的 好 静态的 来 那我就从Windows上 访问一下这个网站 然后输入了一个所谓的用户 然后密码是一个所谓的密码 然后登一下 不管成功与否 我们登了一下 是吧 登了一下以后 我再次来到这边 看一下 这不是刚才的吧 刚才不是杨哥 刚才说的 是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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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换一个呗 难道还是被骑骗呢 那是太假了吧 我现在是什么状态 这个骂个例子是对的吗 九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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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再确认一下 这样子还能被欺骗 那还怎么说呀 我这个数字全是数字 密码 这个 这个我们现在发现 它的Mac已经变了 那你帮我访问一下看 你访问一下看 这边等会儿等会儿 我看看我的那个 稍等一下 来 你访问 163访问一下 好 好了吗 没有 是吧 我这边Windows 可能需要重洗一下 或者把这个整个缓存 都全部清一下 刚才它那边已经试过了 确实试过了吗 旁边同学帮忙看一下它监督过 我这边没有出来的信息吧 好 那你这个东西做完以后 因为我们那个Windows上那个Mac了 设置过好几次 你最好设置完以后呢 重启一下 让它确定那种真正的意义上的生效 OK 好 这是客户端 客户端对我们来讲的话 已经算人之一进了 特别是Windows 普通用户也敲不了这个命令 它只能安装相应的防火墙 明白 ARP的这种防火墙 防攻击的防火墙 Linux呢 这个还是很容易吧 直接ARP-S 进台绑面就可以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那个服务器端 该怎么去做这个保护 因为重点还是在 在服务器端 客户端这块呢 是属于 属于一个赠送的 好